加拿大温尼泊自由报报道 曼尼托巴省曼尼托巴今天发生重大车祸 一辆半连接车撞击一辆 通常用来承载年长者和残障人士车辆 至少15人死亡 根据路透社温尼泊自由报 Winnipeg Free Press报道 这起事故发生在曼尼托巴省西南部的卡贝里镇 Carberry附近 如死亡人数经确认 将是加拿大近代史上最致命的交通事故之一 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 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al News 转播的现场影片显示 消防人员朝一辆掉进路边水沟的白色起火车辆洒水 一张照片还显示一辆蓝色卡车车头被撞毁 温尼泊自由报报道 其中一辆车隶属富康巴士Handy Transit 用来服务年长者和残障人士 根据加拿大电视公司CTV至少15人死亡 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指出 所有可用资源都已派往事故现场 曼尼泊巴省长斯特凡森 Heather Stephenson推文说 听到卡贝里镇附近发生的事故悲剧 我的心都碎了 与曼尼泊巴省相邻的萨克齐万省Saskatchewan 2018年4月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16人死亡 当时一辆卡车在乡间道路 撞击一辆载有青少年驱棍球队员的巴士 赵氏卡车司机2019年被判处八年徒刑 是这样的让你致力奏 by bwd6